前列腺炎主要是在一些感染或者非感染因素下 导致了前列腺周围区域的疼痛不适 或者排尿异常一系列的综合症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 前列腺周围区域的疼痛像小肚子 腰底部的疼痛不适 排尿的问题像尿频尿急尿道灼热不适 或者说小便以后有会低白的情况 这些症状如果持续的反复的存在 往往会引起患者一些焦虑抑郁情绪存在 甚至会影响咱们男性的功能 前列腺增生 它的发病主要还是以中老年生为主 早期往往尿频为主 液尿增多 然后随着前列腺体的增大 前列腺压迫会压迫尿道 引起排尿费劲 尿线变系 随着疾病的进展可能会出现一个尿多瘤 甚至影响尿的产生 造成肾积水 或者一些影响肾功能 前列腺癌 咱们讲前列腺癌 它的发病还有临床表现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目前它的发病原因主要 第一个就是跟人种 不同地区的发病力不一样 第二个发病年龄 第三个可能跟家族有关系 如果你这个家族中你出现这个有前列腺癌的亲属 这个要警惕 它是咱们前列腺发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前列腺癌呢 往往在早期是没有变成表现的 一般的有出现表现的可能就到了中晚期了 如果这肿瘤 寝犯膀胱了尿道了 会出现尿线变系啊 血尿啊 和伴有早期的一个转移 咱们前列腺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就是骨转移 就骨盆的转移啊 脊柱的转移 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伴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疼痛